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袋呢是37.5 正好呢是够我一个人吃 我今天晚上正好想吃点雅虎 重点要是那种麻麻辣辣的 得代替 我感觉呢 我今天吃辣吃的呢 还是不过意 乐格 乐格 这个是乐格 所以呢 今天我叫做辣丫头 今天又将是一个大工程 我好像没有 没有一回不是大工程的 嗯 哦 哦 还好这个丫头味道没有那么大 哦 这个麦家清理的好干净啊 看 看他这个鼻孔这个地方 是透过去的 他鼻子里都没有那种脏脏的麦子剃了 打开他的嘴 果然里面没有鸭是吧 一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九个鸭头 感觉每一只鸭子 他都是迷之微笑啊 我再仔细检查检查 这个鸭头干净不干净 我感觉我这么掰开他的嘴 检查好变态啊 不过我喜欢 哦 这个鸭头真的很干净哎 泡了半个小时 什么都没泡出来 准备下水超 放凉水 吸一下他们 这个是跟大刀哥学的 好 让他慢慢变凉 我们切一下配菜 小黑 睡得太香了 起来 全部下辣记 焦黑海在水 我菜都做完了的海在水 开始炒制啦 先倒油 不好意思换个锅 那个锅又是不够大 它现在是满满一锅的红油 煮出来的巨辣 现在屋里弥漫的都是超香超香超香的味道 小黑 现在就是不想理我 现在烧开了 然后再加一把辣椒 现在是9点25 要给它小火慢卤一个小时 10点半我们再过来看 现在是10点25 我要把家里生的土豆片 还有金针菇放进去 其实是我上次做肉鞋保肾的 但是主要是做人不能浪费嘛 让它浸泡进去 火稍微开大一点点 现在是10点39 丢火 快打开 现在让它在里面自己泡澡 泡上了两三个小时 我们一会儿见 小黑 你醒了 我的丫头终于 终于好了 这个味现在真的是绝了 我刚才偷偷想尝了一口 费笔 现在大家猜的已经是乱象低调 现在是凌晨1点半 卡 我终于可以开吃了 我都焦急忍耐了 再来点这个小土豆 开开胃 就不然 然后 进正菇 这是我做的吗 我感觉超好吃的 来个丫头 我这个里面还是会有一些麻椒和辣椒 哇 我觉得味真的好好啊 我感觉自己是个天才 呵呵呵 吃鸭头呢 要先啃皮 这么一口 然后呢 啃眼睛 我这个已经煮得很烂糊了 就这么给它发一开就可以 然后眼睛 眼睛这边直接一口 但是我好像听说说 男生不能多吃鸭头 说是男生吃了呢 对男生不好 这是为什么呢 但是既然有这个说法 男生还是不要多吃了 再找一个 这就是我做的 花耳加鸭头 直接这么轻轻的一掰 这个去掉 脑壳壳这 这也掰掉 哎 很轻 然后这边直接就 全都能掰开 我炖的属于那种 很软烂的了一点 美味 真的就是那种 辣口不辣心 我不让你们吃没吃过那种 辣心的东西 就是有点像 那种工业制造的那种辣 但是我觉得就 特别特别的香辣 我现在感觉出了一件事情 就是幸福是有味道的 呵呵呵 幸福的味道是什么 就是这个味道 呵呵 花耳盘麻辣丫头 就是这个味儿 再来一个 丫头这个东西最适合一边看剧 一边吃 又适合当个小零食 我刚才在等这个 阿福的过程呢 吃了碗馄饨 不然我真的是太饿了 饿了受不了 哦这个味儿真的绝了 我知道我以后 可以开个压活店 呵呵 那你干嘛 不能吃 快走 还想 还想吃我的压活 你能吃吗你 猫咪不能吃这个 对吧 所以小黑他不能吃 结果我不吃了 小黑 想吃吗 你求求我 求我也不能给你吃 嗯 哎呀 哎呀 还是不能给他吃 晚上四个丫头 我打算给他打包起来 一直都在打嗝 怪不好意思的 哼 小黑 别乱了 我就取个这个打包盒 他就想想过来这偷吃 一会儿挨打 来放进去 哦一个盒刚刚好 哪一丝 冷藏大概能放个三到五天 这几天 可以一边追剧 一边啃丫头 想想就很幸福 呵呵 好啦我是花儿 喜欢我发记得关注呀 好 别忘记三连呐 都对了 可以 多有趣要 Wells 门 差 60